Quality People 短片創作比賽2012 對話 The Message 冠軍第六組 聽樂 製作團隊的創作意念 少一種感覺 多一重隔膜 他希望與世界接軌 卻越走越遠 是被世界遺棄 還是他嫌棄自己 阿樂 天生喜愛音樂 卻因交通意外 導致全導性停障 他自尊受錯 剩下的 只有自卑 音樂 曾經是他與人相處的方式 現在 卻成為他與世隔絕的方法 每天戴著耳筒 不是享受樂曲帶來的聲音 而是逃避與其他人對話 一件事 一張碟 一首歌 如何帶他走出陰霾 伽磯瓶瓶 字幕制作出陰霾 阿樂 穿著牛仔襯衫 帶著大耳筒 從十字尾美健康院走出來 自從以外發生之後 所有的東西 好像開始離於很遠 遠到 好像接觸不到 大概是身體上少了一種感覺 身邊多了一份隔膜 片名聽樂 畫面全黑 阿樂來到一間琴海外面 在廚窗看各式各樣的結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 開始要選擇逃避 他由上到下瀏覽廚窗 輕嘆了一下咬了一下嘴唇 開始去遺忘開始去假裝 有人問路他迴避 雙手掩著耳筒揹著背包急步離開 他帶著耳筒在街上行蕩 不同的人和街景在他身邊穿插 他漫無目的揹著背包繼續向前走 我叫阿樂 我很喜歡音樂 因為一次交通意外 令到我聽不到聲音 雖然聽不到 但帶黑風已經成為我的習慣 可能帶著他會令自己心靈好過一點 在家裡阿樂對著全身鏡 扣緊短袖白摔衫的鈕 努力去假裝 努力去遺忘 但還是改不到 喜歡就是喜歡 阿樂倒了一杯水給自己 之後拿起放在玻璃面的桌上抽鑰匙 手機和耳筒 揹著背包 直到那一天 關燈 然後外出 阿樂去到商場一間小型唱片店 唱片填滿了兩面的長架 他在店鋪中間 一個胸口高的CD架前選擇 然後 他轉身瀏覽背後一個擺到長頂的架 他拿起一隻碟 在看著 有人拍下他的右肩膀 這個年輕人之前在健康院外面的街上 迎面見過阿樂 他留意到阿樂戴著耳筒 但電線插頭 就垂在腹袋外面 這個年輕人用手問阿樂 你在聽什麼音樂 阿樂戴著耳筒 年輕人繼續用手語 我也很喜歡音樂 不過我是聽不到的 你等我一會 阿樂看著他的背影 年輕人很快遞了一隻CD給阿樂 叫他不用用耳朵去聽 要用心去感受 我回去工作了 再見 其實 我當時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大約會是介紹一隻碟給我 但回去一查才知道 原來這隻碟的歌手 都是聽不到的 雖然 我聽不到他唱什麼 但是 我終於明白了 歌曲《Smile》 是美國一個失衷的爵士樂唱作人 Mandy Harvey的作品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Mandy在2006、07年 18歲那年失去聽歌 之後Mandy嘗試不同的事業 包括讀書 但在2008年她回歸音樂 2009年出版了自己製作的大碟 Smile 獲得著視樂界的一致好評 全片完 本片口述影像部分 由香港盲人輔導會製作 KL V3 M M